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五讲 那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Linux文件系统文件系统的基础 知识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上一讲介绍的是 文件系统的一些基本概念 包括文件系统的定义 分类 还有它的功能 什么是文件系统 常见的文件系统有哪些 那么如果我们来设计一个文件系统 它应该具备哪些功能 对吧 这是我们上一讲 给大家讲的内容 那么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呢 那么这一讲我们重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Linux这个操作系统 它的文件系统以及文件的一些相关内容 那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Linux文件系统 以及它的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Linux文件系统 Linux文件系统呢 主要呢 是有两个类型的文件系统 第一个就是ext3 这个在我们前面上一讲也提到过 对吧 ext3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呢 ext3它是一个基于日子方式的文件系统 它是一个基于日子方式的文件系统 那么什么是基于日子的文件系统呢 就是系统中每个文件它都会有所以 它都会建立所以 而我们的用户对这个文件的每一个操作啊 它都会去记录日子 然后呢形成一个任务对列 排着执行 那这样的一个日子操作系统它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因为它每个文件都有所以 而且用户对文件的每个操作都有日子 这样就使得 它可以什么呀 它可以监控用户对文件的一个操作 就是如果 某个用户对文件进行操作以后 系统发生了什么错误或者是一些 类似于崩溃这样的问题 它可以通过查日子 得到相应的记录 从而能够什么 进行很好的这个 这个 减修或者进行很好的一个更改 修复 那第二个呢 它 它 把用户的每个操作记录成日子以后呢 它 不一定是说 这个 马上 就去执行 它可以形成一个任务对列 排着 一个一个执行 啊 这是一个T3这样的一个日子系统 那它除了一个T3这样的一个格式的日子系统 文件系统之外 它还支持一个Swap Swap这样的一个文件系统 Swap这个文件系统呢 主要是用于交换分区的用户系统 那什么是交换分区啊 这个地方可能大家 不太理解啊 那交换分区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像Windows下面的那种虚拟内存 有点像Windows虚拟内存 就是当我们内存不够的时候 我们会把 什么硬盘上的一部分空间作为内存 那虚拟内存的实现呢 一般常用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 进行内存的排列 像内存词一样 进行一个优化 就是说内存不够的时候 它会对内存 的一个空间进行一个排列 检索排列 像内存词一样 然后给它进行优化 再进一步提升它的利用率 这是虚拟内存的实现的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会把硬盘上的空间 一部分模拟成内存 而这个Swap交换分区的文件关键系统 这个Swap 实际上就是Lindux系统上的一个虚拟内存 它在安装的手机会要求我们设置大小 一般呢我们会设置为物理类层的两倍 物理类层的两倍 这个是 我们说交换分区 那些条Swap 如果你们去安装这个 如果是安装我们的这个 红帽子 如果安装红帽子 就有 就会有这个设置 我们安装无光图呢 桌面板还好一些 没有这个设置 它会默认的 为我们设置好了 不要求我们自己去设置 有这个设置 这是 Winux操作系统 它的 文件系统 最重要的两个文件系统 大家要知道 而且要了解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基于日子这种方式 它的性能肯定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会 形成一个任务对立 排泄 执行 慢慢执行 那了解了Linux文件系统以后 我们来了解一下Linux系统的特点 在Linux文件系统里面 在Linux这个操作系统上 它的文件系统 它对文件的理解 我们可以 认为是 Linux系统 它认为 在系统中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文件 也就是说一切接文件 Linux系统 它甚至可以把设备 像硬盘 光区 软区 等都看作是文件 而也可以把文件夹 也看作是文件 所以说在Linux系统中 它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文件 一切接文件 那么对于不同的文件 我们知道在Windows下 它是可以有区分的 对吧 不同类型的文件 它可以通过扩展名 什么EXE 什么DLR 对吧 什么SYS 等等 这样的一些 扩展名来区分 不同类型的文件 而Linux操作系统里面 因为它是一切接文件 而且Linux操作系统 它的特点呢 它对文件 这个文件名啊 它的特点是 它是没有扩展 扩展名的 文件 它文件是没有扩展 还不支持扩展名 那它怎么来区分 它的这些不同类型的文件呢 它是通过不同的一些标识 那常见的呢 我们可以 有这样的几种 普通文件用的是 短横线来表示 然后目录文件呢 用的是D 链接文件呢 用的是L 块设备呢 用的是B 然后字符 设备用的是C 然后如果是Socket 这种用的是S Socket文件 如果是管道文件呢 用的是P 这是它 支持的常见的文件类型 好 那 我们可以 待会儿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登陆 无邦图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些文件 这些常用的这些文件 类型的标识 那除了用这些常用的文件 类型的标识 来标 区分不同的这种文件 那么另外 它还有它自己的文件属性 它也可以通过颜色 来标识不同类型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蓝色 它表示目录 绿色呢 它表示可执行文件 就是绿色 浅绿色呢 就表示链接文件 红色就是压缩文件 灰色呢 表示其他 当然 这个文件类型和文件属性呢 不同版本的 或者说不同的 另一个系统 它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readhead里面 和无邦图里面 这两块的内容是 不完全相同 有的是一样的 有的是不一样的 那就要跟你不同的 这个系统 你要去 看它的这个 帮助文档 来了解 它的这个 文件类型和文件属性 好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就来登录一下 我们的这个文件系统 打 打开我们的虚拟机机 我们启动一下 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 好正在启动 稍微等待一下 好 进来 好 会要求我们输入密码 我们输入 安装配置时 给的用户名和密码 它会首先进入到这个图形界面 我们从这个图形界面切换到我们的命名窗口 来看一下 这是图形界面的登录 对吧 这一块我们也要会怎么登录 那我们从图形界面counterout加f2 我们进入到命令 命令你看命令情况下 它会也要求你 首先要login登录 那我们输入 我们在安装配置它的时候 给的用户名 同时给的wg 好然后回去 它要输入密码wg 密码它是不会显示的 OK进来了 进来以后 你看它会显示 $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这个怎么来 看呢 那么我们可以 用 pwd这个命令呢 可以看到当前我们的目录 是在wholewg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用户 准目录 用户准目录 然后呢我们在用户准目录下 我们可以用ls ls的命令呢有点相当于我们windows 那个doss下面的那个 dr就是列出当前目录下面的文件 你看这是我的准目录 你看这里有蓝色的 看到了吗 这些蓝色的就是文件加 那如果我想看一下它的标识呢 我可以加一个r lsmini有一个选项r 它就会以长格式的方式列出 后面我们会详细讲 你可以看到 这些蓝色的 文件 而且它的 你可以看到在它的第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鼠标不太管用哈 我们看到这个长格式的第一个 每一行的第一个字幕 你看 蓝色的它标识的是不是d d标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 目录文件 对吧 而 普通文件呢 你看它是 对吧 好那么如果我们还想 多看一些呢 我们可以 将我们的目录 改到我们的根目录 好的 你看一下 这上面有很多文件 你看 我们可以长格式的方式 再列一下 你看这些 浅蓝色的这种 或者是浅绿色的这种 你看它的前面 第一个字幕都是什么 都是l 对吧 都是l 都是l 你看它都是l 看到了吗 l 对吧 这表示它是链接文件 你看 指向某一个链接 啊 而蓝色呢 都是目录 对吧 那如果我们再进到 我们再进到一个 目录下 跟目录下面的定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里面就有很多 什么文件 绿色的 看有绿色的这些 对吧 绿色的就是可执行文件 也有很多链接文件 而且还有什么 红色 背景的 对吧 我们可以用 还是用这个 长格式的方式进来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这些 绿色 对吧 红色还有链接 红色背景 好 然后我们再来 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的了 所以说这个里头 我们要学会用 ls这个命令 ls-l这个命令 我们看一下 这是 定义下面的 还有很多 链接文件 对吧 链接 链接文件 好 然后我们回到 副目录看一下 这是一个目录 然后在这个目录里面呢 我们来 看一下看有没有 其他的一些 这个 文件 我们列一下 看一下这个目录 你看这个目录下面 又有很多目录 绿色的文件 对吧 蓝色的目录 绿色的文件 那我们也可以 看一下 我们进到 ETC这个目录 这个是一个 配置文件 一个配置文件的目录 然后它也有 普通文件 有目录 有链接文件 对吧 有目录 普通文件 然后就 浅 浅 浅蓝色 浅绿色 亮度的 链接文件 绿色呢 是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可执行文件 它也是一个 普通文件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目录吧 回到父母录 我们来进到 设备 设备 的 嗯 进到什么呢 进到 这个目录去看一下 全是目录 这个里面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再进到这个下面的 Win 你看全是绿色的 绿色是什么 可执行文件 对吧 也有很多链接文件 嗯 然后我们再进到 src 下面看一下 那相信很多都是原代码 你看这里面 也有两个目录 对吧 然后如果我们进到 这个里面呢 你看这个里面的文件 目录和朋友文件 对吧 好 但还有其他的文件呢 你们可以自己再去 再去看啊 cd 这个命令呢 是 跟windows下面那个 doss命令里面的cd是一样的 改变当前目录 而pwd呢 是显示当前目录 显示当前目录是usr的lib 而这个ls呢 就相当于dir列子当前目录 -ls 长个式方式列 对吧 这个呢 我们后面也会详细再讲 好了 那么这个是 对于 我们 这个 文件类型 文件类型和文件属性 一个介绍和你怎么来 在Linux超系统怎么来查看这些文件的 类型和属性 当然 块设备的文件你可以到设备里面去看一看 字符设备 Socket 管道文件 我们可以 进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进到设备文件里面去看一下 设备目录应该是第1位啊 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上一届目录 你看 然后我们进入到 第1位第1位是设备目录 我们看一下 你看设备目录 他有什么 黄色的对吧 黄色蓝色 你看黄色的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黄色的是什么 黄色的前面一个C才是取 字符设备 看到了吗 黄色 字符设备 当然也有蓝色目录 D代表目录对吧 C代表 这种设备 那他会不会有这个 块设备呢 他下面刚才我们看到他下面有一个叫做 LS LG的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S S是什么 它是一个什么 红色这个叫做 雪青色 对吧 紫红色 那他下面S代表上 S代表就是一个 Socket Socket的文件 对吧 好 那这些 就是在我们的无邦图这个操作系统下面 你怎么来查看 我们下一个文件 然后通过不同的颜色 和 长格式下面的首字母来区分 不同的文件 好了 那么对于这一讲的主要内容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一讲的大家重点要了解 第3这个日资系统 SWAP 这个 交换分区的文件系统 一个是要知道这两个他们分别的特点 以及他们的 这个 优势吧 然后第2个呢 你要对UNIX常见的文件类型和文件属性有一定的了解 有一定的了解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